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新店区区长林黄元 特别前往龟山里百岁人瑞家中 探视已经高龄一百多岁的赵爷爷与赵奶奶 并且制赠了一万元重阳节礼金 还有金锁片及金戒指等礼品 两位老人家结婚七十多年 感情深厚 让区长相当敬佩 重阳节即将到来 新店区区长林黄元 5号上午前往龟山里百岁人瑞家中 探视赵光祖夫妇 林黄元区长代表 市府致赠百岁人瑞一万元重阳礼金及金锁片 并转赠总统府准备的蔡总统就职纪念酒 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金戒指 老人家收到礼物都相当开心 看到他们的生活 两个都非常的健康 尤其是我们的阿嬷 现在爷爷行动有点不方便 都是阿嬷她在照顾 还会去买菜 还会回来煮菜 给阿公阿嬷 两个人一起来分享 赵燕燕与赵奶奶 分别出生于民国三年及四年 两人结婚至今已经72年 育有五子女 四代同堂 目前与三子居住在林务局的旧宿舍 直到现在赵奶奶还是自己买菜 煮饭 照顾老伴 夫妻俩感情相当好 有没有常常跟赵爷爷吵架 没有啦 没有什么吵啦 小孩都大了 有什么吵的 感情很好哦 青年区公所已经从9月起陆续发送重阳礼金 65岁至79岁1500元 80岁至89岁2000元 90至99岁5000元 百岁以上人类1万元 还没有领取礼金的长者 可向户籍所在地的里长洽巡 或在12月20日前到公所领取 记者成品正门起新店采访报道